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仔细的评估 我确定他符合精神病危机治疗的标准 决定送他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他的父亲就很不高兴 他对我这么说 我的儿子在过去十年当中特别成功 多次被提升 他所负责的所有项目都是很出色的完成 在家中他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孩子 上夫和父亲 所以无论是在公司的工作和家庭里面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也从未受到任何精神疾病的挑战 而且也没有家庭精神病史 他问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他的孩子有精神病呢 我对他的解释他总不听得下去 最后病人的妻子就站着老人家看了病人 发给他的信息 是一个信息表达了病人的绝望和无助的感受 以及他有自杀的这种念头和计划 有些人会这么想 一位如此出事的人怎么会有绝望呢 我要给这个人的证断是 优异型适应障碍症 他的问题是 一位Burn out 就是烧光耗尽所引起的 Burn out 就是烧光耗尽 就这么简单吗 一个适应型障碍症 而且是优异型的 是隐形障碍症 还需要危机干涉吗 是的 许多这症状 如果因为你调食不当 可能就会出现危机的 在当今高速发达的时代 Burn out 烧光耗尽是十分常见的 它多发生在工作当中 有时也发生在一些功能混乱的家庭当中 主要发生在青转年的公司 比较高级的管理或者技术人员 研究专业人员 医生 副事 或者牧师 以及其他有相关的压力比较重的一些专业人员当中 因此 今天我就与大家一起来讨论 Burn out 烧光耗尽这个题目吧 什么叫做烧光耗尽呢 它不是跟压力一样吗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区别压力和烧光耗尽之间的不同 让我们再来了解这两者的定义吧 压力的定义就像我上次所提过的 压力是人身体精神感情情感 对心变化或心虚有所做出的正常的反应 Burn out 烧尽耗光的定义是指 人的身体和精神极度的疲倦的状态 烧光耗尽不仅仅是由于人长期的工作 处理一些防多的防众的任务的结果 更重要是 因为人长期处在一个紧张的工作压力 过度的疲劳工作 而且没有好好地调失自己 导致到自己的身体精神处于烧光耗尽的这个状态 那么压力和烧光耗尽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呢 烧光耗尽可能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压力所造成的 但是烧光耗尽以过度的压力是有不相同的 大体来说 人受压力越多越大 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所付出的就越多越大 但是 如果你能克服极大的压力 并且能够控制极面 你的感受是良好的 当然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控制极势 有可能也会出问题 但是 烧光耗尽 意味着感觉空虚 精疲力尽 缺乏动力和能力去控制极面 对自己的处境 失去失望 因此 如果过度的压力使人在持人当中挣扎喘气的话 那么烧光耗尽就意味着人已经枯干无力了 让我来给你们打个比喻吧 人好像一个充满气的球 当球中还有气的时候 球可以对压力做出反应而弹跳 但是 不适当的反应 弹跳可能会出问题 可是 当 球当中的气 耗尽的时候 球便无法做出反应 毫无能力 弹动 这就是耗尽 压力和烧光耗尽的症状有不同的 如果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你是在耗你的这个能量 但是假如你处在烧光耗尽的状态当中 你就感觉你已经失去的动力 你如果在压力当中受到挑战 你就会过度的去参与 可是如果你是处在烧光耗尽的这个状态当中 你就会觉得你是脱离了一些任何的接触 跟着一个动力 压力源也脱 脱去了 接触 如果你是处在压力当中 你的情 情绪可能会过度的活跃 但是如果你是处于烧光耗尽的状态当中 你的情绪呢就迟钝了 如果你是在加压力之下 你可能会产生一种紧张感和过度的活跃 但是你如果处在一种烧光耗尽的状况之下 你就会产生无助和无望 压力会导致到人产生焦虑症 烧光耗尽会导致到人产生忧郁症 压力会使人对身体有伤害 而烧光耗尽对人的情感和心理会造成伤害 那么烧光耗尽的原因是什么呢 烧光耗尽通常是发生在工作上 但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 烧光耗尽的 从一位多年因勤工作 而且从来没有休假的专业人员 一位长年累夜起早抹黑 疲惫不亢的全职妈妈 到一位日饮寄月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的外科医生 烧光耗尽 烧光耗尽主要是一位过度的劳累 没有很好调适 没有很好调适 所以这些人都会有可能对你造成压力 而且导致到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烧光耗尽的 下面往来列一些 与烧光耗尽 有相关的一些例子 供大家参考 第一 感觉到对工作几乎没有能力可以控制 缺乏对你有出事的工作 有认可或者是赞赏 工作期待不明确或者是要求过高 而所做的工作可能是单丢或者是不具有挑战性 或者是在一个混乱的而且高压的环境当中工作 生活方式不健康 比如说长期无故的熬夜 工作过于忙碌 没有足够的时间放松 睡眠不足和没有事交活动 缺乏亲人或者亲戚朋友的这种支持 承担太多的职任 而没有或者是不请求别人的帮助 还有人格特征和世界观有可能会导致到人烧光耗尽的 如完美主义倾向的 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又悲观的 这些都会导致到人烧光耗尽的 让我们来对照一下 假如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是对我们现在的状况 是相符合的话 我们就要赶紧的去调试自己了 圣经在一幅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当中 这么说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生死 总是要保养故心 圣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会恨恶自己的生死的 而是要好好地保护的 所以也让我们好好保护 来知道在哪个时候我们必须 休息 调试自己 好使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要鼓励患有精神疾病的朋友 要请找精神科医生或专家精神治疗师来治疗 好 住在洛杉短县的朋友 如想要知道有关精神卫生疾病 服务 或者是精神疾病危机 预防和干预 可以打电话到洛杉矶县 卫生服务部门 24小时日线 1800-854-7771 祝各位平安 再见 2 8 6 6 4 5 00 12